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批评丁一鸣回行政院继续制造假消息吗 批评 评级蔡政府践踏人民的信任 他说辞职到今天不过五个月就回归了 他们在脸书上批评说 蔡总统曾经说过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但真实的情况是升官发财 你一定要走这条路 过去蔡政府的官员就是越出包的官越大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也提出过去几个个案特别锁定 前交通部长吴宏谋说高雄气爆后辞职 后来就去担高雄市副市长 后来又到交通部当部长 后来发生普悠玛事故 然后辞职后来又去当中华邮政的董事长 连总统身边的一些安全世卫人员说 实验案中督导部州北京大过的 永和世卫市的陈敏华少将 居然不到一年就晋升为少将 OK同一这样的看法 说出包越多的升官升得越大 如果这个逻辑一旦确认的话 民党真的很惨来听了一件 国民党当然强功了那当然也有扩大解读的部分 就是说每一个案子的状况的确不太一样 那丁一鸣这个事情呢 丁一鸣是个聪明的孩子 是 孩子吗 对 他是个聪明的然后反应快对于政策的研究论述什么都清楚的人 那不管是被哪一个老板 用我都觉得第一名是个好用的人 就是作为一个幕僚 他的确是一个好用的人才 那这一次的事件呢 我也觉得瞎啦 就是说 瞎 很瞎呀 你不觉得太瞎了 就是说第一名的聪明才智以及他的好用度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行政院的位置上吗 就是院长要照顾自己的子弟兵 这个事情是温暖的没有问题 那丁一鸣可不可以在其他的位置上面 给予你院长做协助 他对于网络嫌熟 他有创意 他反应快 他对于政治的判断敏感度是准确的 是快速的 那如果这个样子 一定要放在行政院顾问的位置上吗 这因为时间间隔的很短 所以他就会变成在短时间半年之内 你因为丁一鸣而付出了好几次的伤 梗涂是一次伤 牛肉面是一次伤 发票是一次伤 回任又是一次伤 你何苦在同一个事件上摔倒这么多次 丁一鸣可以帮你 这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你用你长这一辈子的政治判断 你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个破口 你何苦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让他重回行政院上摔 你思考这些东西 你认为是假设这个事情有两个当事的 院长跟丁发言人 丁前发言人 是两个一起都没想到 还是两个都有想到 还是一个想到 另外没想到 我觉得不太可能没想到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政治新闻的人都一定想得到 他们一定也想得到 那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心态想说 也就默默的过了吗 就是这件事情 给你骂几天就过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心态 但是我会觉得说 院长的用人的确 这是他子弟兵啊 他当然觉得好用我就要用 那丁一鸣有没有一些过去的这些好用的事 有啊 一粒卡撑就是丁一鸣做出来的嘛 这个的确发挥了非常好的效果啊 那院长要用这个人 但是院长自己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历练 你应该知道说这件事情被翻出 被发现之后一定不会是好听的话 那作为一个政治幕僚 你更应该帮老板想 你没有自己啦 你就是要帮老板想啦 那所以你的回认 势必会对老板造成再一次的伤害 就是你之前的伤害 好啦过了啦修补了啦结束了啦 那你干嘛还要再伤一次呢 我觉得这个 你这个部分你也觉得百事不解 两个都这么聪明有浓热的人 我觉得两个都轻忽啦 那我会给幕僚更多一点的责难 就是要帮老板想得更清楚一点 你既然是幕僚 你就要帮老板想 那这个陈学胜委员提出这个看法 刚刚刚也提到 他说为什么苏贞昌明知 这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仍甘冒天下之大不会 硬是要丁一鸣回到身边 简单的说就是苏贞昌准备战了 准备作战了 在民进党内如果相信同情怜悯 就只能被旁边虎视眈眈的同党 狼群吞噬 唯有秀出实力不惜战 才有换回妥协的空间 很像苏贞昌要打一场硬仗 而且是要跟党内打硬仗 他的武器就是丁一鸣 我这支这个请瞄得又很幼稚 是这样子吗 没这么厉害 丁一鸣一个人很难 跟党内的派系作战 所以陈学生就是完全不了解 民进党里面的状况 我觉得那个就是自己在那边幻想出一堆 为什么一定要用丁一鸣 是因为苏贞昌身边真的没有丁一鸣 第二个丁一鸣的这样的人才 那他的子弟兵就是这些人 在这些人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 那丁一鸣现在 他这位置很难有替代的人选 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第二个可信赖 然后可被赋予重任 然后又灵巧这样子的替代人选 至少在现阶段没有 所以就目前而言 我会认为苏贞昌还是用了第一名 我觉得因为没有其他可被位的人选 只是我会觉得用第一名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就至少不要让他在行政院的团队里面 因为你只要把他放在一个公家的部门 难免会成为大家共其他政党 甚至于党内你看各种 对我们要讨论一下 对党内有不同的声音 对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他势必会造成你院长的负累 我觉得这样子划不来 因为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你说丁一鸣犯了滔天大罪杀人犯我 没有 他就是犯了一个 你不该在这种事情上犯的错 就是一个低级的错误 那既然这个错都已经这么低级了 你何必还要让院长不断的流血 一直失血一直失血 我觉得不划算 太不划算了 这个事情也引起很多对院长的人事风格 以及所谓施政作风的一些衍生性的批评 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的主席候选人 前新闻市长朱立伦爆料 他说苏贞昌对财团法人公民事业 手伸的又伸又长 他说他的手伸的有多长有多伸 自己也应该想一想 我想这个这么多批评 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时间会继续持续下去了 刚才时期也点到说这个新的人事任命 除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之外 民进党内部似乎也有不同的扎音 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发展 基本上在丁一鸣的事件当中 当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那现阶段其实从昨天所有的讯息 还有所有的网络讨论 其实大家的感受度都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似乎大家会觉得是时间的过短 然后好像在当时候的辞职 是不是有点做假动作 那这个部分确实是要去注意到的 一个社会观感的问题 那当然行政院的任命权 我们无从干涉任何的一个人事的一个部分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一些社会的感受比较重要 好 这个常常上我们节目的陈廷芬委员 在第一时间他就拍了一个很奇怪 一个短片9秒钟 在风中大风吹 他苏人整齐头发都吹乱的时候 这个要注意民间的观感 那刚刚这个画面就相对精致了很多 他提出他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党团的成员 他对这个人事的命 他有一些他担忧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相关性能发展 丁一鸣回国行政院惹意了 陈廷芬委员说要注意社会的观感 陈廷芬表示这行政院人事任用权 我们无权干涉 但还是要提醒行政院社会的观感还是很重要 我特别来提醒一下年轻朋友们的观感 我有一个群组是99个 超过29岁就请你自动退出的一个年轻的群组 我把它当作一个意见词 一个opinion pool去了解他们的看法 这个新闻在里面负评百分之百 不是很好 OK 好 来看一下 丁一鸣这个连现任的行政院 立法院院长游锡坤 对这个部分都有相关的发言 丁一鸣去电立法院长是开呛 当初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 那这个时任的发言人丁一鸣 在就是说打电话去立法院 到院长办公室 应该不是打给游院长 我的江湖的理解是 打给院长很亲信的幕僚 跟他呛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听说搞了几次 最后是院长亲自 游院长亲自回给丁一鸣说 这个电话你阿伯 不可以再给我卡下来 那相关的新闻传出来 这是我的理解 那相关的新闻传出来之后 他说这个对近日传出 丁一鸣直接打电话 到立法院院长游锡坤办公室开枪 游锡坤受访时也间接证实 他表示两院都是宪政机关 应该相互尊重 有什么事请循正常管道 才可避免纷扰 还有老科 这党团三长 这个是党内政策沟通的平台 所以院长这部分事实上也没有否认 那在这个事件基础之上 国民党的党团的赖斯堡赖老师 他也回呛 他说国民党立委赖斯堡直呼 这才是最悲哀的一点 在苏贞昌压霸专断独行的眼里 立法院就只不过是 你行政院的立法局而已 张老师你是立法院的委员 我们国家是五权分立三权分立的 一个宪政体制 对这个部分您认为在体制上 有什么样明显的维师 另外就是说你也观察到说 这里面一些隐性的 那值得我们注意去了解讯息是什么 没有其实这件事刚才我想几位来宾 也谈了也都是大提的概念 其实今天政府他硬要这样做 其实谁拿他们也没办法 人事全尊重 对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你要概括承受 真的你要概括承受 今天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个人才 那你就是费用不可 而且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其实说这个问题就大 所以我在想 其实当然这个东西就会衍生出来 就是说为什么后面有这些 其他的讯息都冒出来 不管说甚至我刚才也才这样看 连这个我们的院长 立法院院长这边 这个我们的发言人都可以这样做这种事 所以当然这个并不是好事 其实真的都不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说这样的东西都出来 那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伤的最终 我觉得他是书院长你自己 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的发言人敢做这个事情 胆子为什么可以大到这么大 可以能这样做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会以说 那就是你书院长的用人风格的问题 那现在的话 其实我觉得书院长当然 他可能一开始所谓承担了这个责任之后 他其实算是最有实权的一个院长 这么在我们这个县 这近年来一路走来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是没有错 他是有肩膀的承担了很多事 也真的有比较有魄力做事 这个我承认 但是他现在如果说 现在慢慢的要是这些事情又冒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会影响他很大的 尤其在这个最后阶段 其实等于他可能他觉得 我已经一间扛了所有这个政策执政的负担 这个burden都在他身上 他觉得今天这个直白说 这个要开放这个美牛这些事 美猪 也不是说他要开放的 其实是蔡总统要开放的 他就觉得说我已经帮你承担了这么多 那我今天要这个坐稳这个位置 我已经这个概括承受那么大 所以我今天当然我强势点也没无可厚非的 所以你认为这里面也不拖所谓隔魁保卫战的 某些氛围在里面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么大不会的这种争议下 其实我觉得几位来宾还是很公私 就是说因为这个件事就是 你就是设了一个靶场让人家来攻击 设个靶场让大家来设吧 拼命来攻击 因为你也会说不清楚 回到我刚才最原点我也谈了 就是说在法治上 你今天其实你等于甚至你还有暗在身 这个万一到时候监察院真的要是发现 你是违法师职要请你下台的话 那这更难交代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等于说 也许苏院长真的是冲冲冲 反正觉得说不搏也是有问题 不如就冲一下 反正我现在就是把我的人马全部都拒拢了 然后反正我现在就是 也算是一个奋力的最后一搏保住我亲爱的这个势力 或者是这些位置 但是你也提醒说这个代价 当然是大到可能苏院长自己都承担不了 我自己是认为不是很乐观的 因为其实丁发言人这件事 我觉得他当然是一定是延伸到公投 因为只要到公投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提 就是说你当时在公投中的这个作为 所以这个没有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也只能认为说可能就是苏院长认为说 这个人是真的他的嫡系的子弟病 他费用不可 所以你回到丁丁自死自重 是个费用不可的人才 应该是苏院长的人才 好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非常温文如雅 都点到为止但是也郁郁深重 谢谢大家